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 疫情之下 如何保障就业和民生 依然是代表委员们关注的重点议题 大会期间 中心社记者采访多位政协委员 请他们对当前就业形势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全国政协常委 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指出 保就业保民生是比GDP增长速度更重要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城镇新增就业要达到900万人以上 增加了900万的就业 然后增加了收入 那这些收入会用于消费 这用于消费呢 可能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增长 所以我是非常赞同 不提增长速度这个目标 而更加突出就业 突出民生 突出保市场主体等等这样一些政策目标 中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分析认为 目前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冲击 减少了就业机会 同时还影响了经济结构 加剧结构性失业的矛盾 此外 疫情停摆也让市场运行周期发生了变化 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 他关注到当下年轻人就业问题突出 尤其是大中专学生 毕业生 他的就业 我们今年大学生毕业870多万 是创历史新高的 我们过去的调查失业率呢 我们多年是控制在5%左右 主要的年份是在5%以下 这样子的 但现在看来是突破了这个情况 甚至达到了6%以上 如果按照年龄阶段分 特别是像这个20岁到25、6岁 这个区间的这个年龄 而这个区间年龄呢 又主要是大专本科生和所事研究生 这个毕业层次 这个年龄的失业率呢就更高 刘伟指出 要应对疫情之后就业方面的挑战 要在政策上 制度创新上 结构调整上 发展方式上 各方面全方位的发力 那么委员们对于保就业 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呢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里认为 从国家政策层面 既要对小微企业进行扶持 也要对毕业生进行培训 拓宽就业渠道 也许原来比如说 它是从事一些出口相关的 行业的一些专业技术的工作 短期来说 在这些工作暂时不能恢复的情况下 能不能有一些其他的替代性的领域 国家应该加大在这方面的培训 以及信息的提供和协调 在我们做这个培训转岗的这些工作之外呢 其实应该加大对于部分的低收入群体的 直接的经济的救助 应该给他们更多的一些补助 能够让他们可以维持比较基本的生活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 有一些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在短期内 如果有可能可以开放一些机会 给我们今年大学的新增的毕业生 这也会缓解目前就业市场的一些压力 吉利还指出 线上买菜 在线看病问诊 网上直播带货等宅经济 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对其要鼓励支持 并从中寻找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 全国政协委员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豪也表示 在疫情影响下 消费受挫 投资增速下跌 在此背景下 许多企业选择少支出 少投资 从而带来少就业 因此 建议以发放就业券的形式 带动企业新增就业 我们调查发现很多企业家 都有这个叫做一种心态 叫做深挖洞 广集粮 少支出 我看到了不少的地方 政府也发行了这个叫做消费券 我觉得都是起到积极的作用的 但是我觉得发行叫做就业券 会去更好一些 因为就业券 假如说我们一个企业 根据新增就业的数量 假如说每人 新增就业一人 发放一万块的就业券的话 那么我们国家假如说 新增五百万的就业 那么发行五百亿的就业券 对国家来说是做得到的 再加上两道 三道 五百湿 哎 __